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百分之百的颜值 但是呢 要看上去眼睛没有那么的小 就是有精神 不准而且显气色 如果你对这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我们就开始吧 所以现在这个妆容呢 我们是来做减发了 就不能太厚重 戴眼睛最害怕的就是会有光满面嘛 所以出门的话呢 可以带一个随时补妆纹粉柄 还有就是如果你们平时不想戴眉筒 就是不要着急出门嘛 或者是眼睛不舒适 也可以化上精致妆容 而且确实呢 是天天戴美瞳不是很舒服啦 就算是戴眼镜 自拍也是完全没的问题 我已经试过了 很好看 所以今天的妆容都是以亚光为度的 它就是像我这样的近视化妆 根本就是看不清楚的 但是脸都快扎镜子里面去了 最好呢是被一个这样手持小镜子 或者是像这样子 它可以伸出拉很近的化妆镜 我要是离近太近你们就看不到了 所以呢我再之前戴上一个比较自然款的美图 而且这个近视镜真的是很缩小你的这个眼睛 这个是德仙的遮瑕 它的遮瑕能够是比较强的 你看这边这边用的都遮着了吧 这边都运更深一些可能就遮不太多 还有粉底也一定要选轻薄的 我今天用这个密斯廷的蓝顿粉底液 这样子一般做起来的比较弱的粉底液 都是比较水润的 这里呢要注意一下 就是鼻脱两侧的粉不能太多 很容易压出印子 先用手把鼻脱两侧的粉压一压 带走一些鱼粉 烘焙定妆一下 鼻梁两侧还有太阳去 让这两边的粉抹上去很清爽是滑滑的 但是如果你要是出油或者是出汗的话 肯定会变成斑驳的这一块 一戴眼镜的话应该都知道 就是很容易低头就会滑下去这个眼镜 可以用一下眼镜敌脱 这个是我在实安的视频里面学到的 它已经发货了 但是我还没有收到 等我收到货清测货之后 我们跟你们讲要不要买它 这个时候呢我们拿出神器 这个毛额瓶的高光粉膏 用它能体谅它眼下 这边就是亮了一块 还有太阳穴 可以对比两边脸看一下 地区的鼻脸 要迅速拍开 不然会干掉的 这个眉毛呢是一定一定要画的 因为你的眉毛可能会被这个眼镜框挡住嘛 就要更突出一下这里 如果你是细框眼镜的话 可以把眉毛稍微的画细一点点 粗框眼镜的话呢 可以把眉毛稍微画的粗一点点 然后稍微短一点点 我会把自己的眉毛呢 稍微画的上条一点点 你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眉形 画一个微微条的眉毛 就是不要画那种和镜框平行的一字眉 因为你戴眼镜就是已经会把你两边的颧骨盖住一些了 镜片又比较厚 就会视觉上收缩一些 就不需要再拉长你的眉毛上颧骨收缩 还有啊 这个眉毛的颜色 一定要选择和你发色相近的 下一步的知识点很重要哦 就是一定要去修鼻影 要不然你眼镜戴就只剩下鼻头了 今天把这个修鼻影讲的稍微详细一点 首先呢就是在刷子的选择上面 一般呢修鼻影会选择这种斜角刷 或者是这样的火苗刷 自己平时用的比较多的是这样的斜角刷 然后这样的斜角刷呢还分成比较厚 比较扎实的斜角刷 选这样比较扁比较薄的斜头刷呢 会更容易画的精细一点 它就不容易画了艺术之前的脏 火苗刷的话呢还是选择比较小一点的 更好操作一点 高光刷也是尽量选择小一点的 本来就是已经修过容的嘛 上高光的点就比较眨 太大太洒的刷就容易溢出去 就达不到效果 修鼻影的颜色最好选这样的灰色 就是不要偏松 下鼻呢在山根最凹陷的这个位置 但是呢不要太靠中间 向上向外的晕展连接到这个眉头 在鼻尖这里呢画一个V字形 按照这个形状呢来修饰鼻头 然后慢慢地往里面靠鼻尖晕染 让这个鼻梁更窄 带眼镜会让这个颧骨突出嘛 所以修容的话 从这个颧骨的最高处往面中扫 好带过一下这个下眼线 带眼镜的话呢 现在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大框眼镜嘛 其实视觉上如果要是再去突出这个上眼影的话 就是显得这个面中很长很空 所以呢就是不仅要去突出这个下眼影 还要把这个腮红的位置呢靠中间去挡 让它缩短一下这个面中 让整张脸更加的和谐一些 就是不要全部都集中在这个眼镜上面 腮红呢可以选择这样的豆沙色呀 蜜桃色或者是这样的奶茶色都可以 点击在那面中在眼睛下面一点 还有鼻头 就不上高光了会比较突兀 因为戴上眼镜了嘛就会显得眼睛比较肿 而且很小 你们会不会也这样 真的就是缩小很多被你的眼睛 所以眼妆就是尽量选择一些比较消肿的 就可以避免一下珠光色呀 还有橘色呀这样的 以自然色为主呢可以选择一些 比较有光泽感的眼影 这个颜色偏灰嘛用它来打底 上眼皮就只打这一层底就可以了 然后着重的涂出一下这个下眼影 它来突出一下沃层 眼线的话呢其实画不画都可以 睫毛的话不建议涂太后会蹭到眼镜上嘛 就加强上一个睫毛打底就好 还有眼线比画要提跟下睫毛 最后我们建议还在上学的小妹妹 口红呢最好不要涂成大红色 或者很深的美红色 虽然呢我自己也很喜欢 但是我对比给你们看一下 你们觉得哪一个更加的合显一点呢 看上去 口红呢可以选择稍微偏松的奶茶色呀 豆沙色呀都可以 但是也不一定嘛 不是说戴眼镜框涂大红色口红就不好看 细扁金框大红唇也不有一番风味呢 最后能把眼镜摘掉 日常这样的话就可以出门了 就是很清爽又很可爱 要记得戴眼镜的话可以尝试一下今天的妆容哦 那这期视频到这里给输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拜拜